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用AZTRA主题的付费版的模板安装器 安装弹幕演示站 现在安装的是免费模板的安装器 这要删掉 要换成付费版的安装器 先禁用 然后再删除 然后点击安装插件 上传插件 选择 选择这个付费版的站点安装器 然后点击安装 然后启用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激活license 免费版的是没有激活license 然后粘贴激活 这样这个插件就激活了 现在看到Pro版的Elementor需要更新 点一下在线更新 现在插件都安装好了 可以安装模板了 安装模板的入口是在外观 进入这个模板安装器 下面看到的这些模板都可以安装 在右侧选择Elementor编辑器 顶部有一个筛选器 下面有一个区分 是免费版的演示站 还是付费版的演示站 免费版的是这么多 这是付费的 比如安装这个三条狗 它这个演示站一共有五个页面 首页关于服务评价和联系 然后下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指安装首页 这是全都安装 这是指安装首页模板 选这个全部安装 默认勾选了后四个 导入自定义的设置 第三个是导入小工具 安装需要的插件 导入内容 选择导入 它自动会安装一个Elementor的扩展插件 哦 这个主题用到了这个 究竟版扩展 一会还要激活一下 现在安装完成 查看站点 再回到插件列表 因为这个主题它用到了很多插件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它会自动安装 这还有一个需要翻墙的插件 需要激活一下 好插件激活完成 可以通过上面的按钮 用Elementor编辑器编辑 现在是首页 现在没有翻墙 下面提示启用安全模式 这个我尝试过 即便启用了安全模式 还是不成功 翻墙之后 暂停 重新加载 现在可以打开了 左侧是基本 专业版 常规 站点 这些都可以用 还有单页 下面是内容区块 这是终极版的扩展 也都是可以用的 简称UAE 就是因为这一组元素 才需要翻墙 现在这个节点就是安装完成 如果网站复位 初始化 还需要重新激活 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 这个节点 先备份网站 备份站点的文件和数据库 可以用插件 也可以用主机上面的备份服务 关于Elementor编辑器和Astra主题 它们的免费版和付费版的安装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Astra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